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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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唐鳳加入競選團隊 姚文記要拉年輕選票 我們都市 又老又醜又舊 台北市有57萬戶要都更 那以現在的制度跟 以現在的制度跟方法 我們要2000多年才能完成 最基本的要求是說 那你要怎麼解決 你要變成那個首都 那個首都的那個 格局那個樣貌 要不要出現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 談起台北願景忍不住抱怨連連 順便批評對手 柯文哲的小確信政見 等到一個停車會竟然台北人 會覺得好快樂 我知道這是市民的感受 可是要當市長的人不能這樣想 隊友選戰他充滿信心 因為競選團隊已經完成 不但網羅行政院 數位政委唐鳳 民進黨立委吳思瑶也擔任首席發言人 曾經擔任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姚立民 擔任團隊策略長 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 則擔任團隊總幹事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陳振德 擔任組織長 前任市黨部主委黃成國 擔任總督導 楊立民還是會扮演我的選舉裡面重要的角色 多數都歸隊了 那繼續幫柯的我們 我們尊重 對我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必須讓我們的真的想法 讓這個年輕的朋友能夠理解 網路啦或者是各種各種新的觀念 這些我們都在 我們都在努力當中 姚文哲口中幫科的人 除了民進黨籍的台北市民政局長蘭世聰 還有市政顧問周餘修 對於是否會因此削弱戰力 姚文哲一點都不擔心 23號的大型造勢晚會 賴清德、陳菊等綠營重量級大咖 都會出席 要讓綠營歸隊 未來他也會和新北市長參選人蘇貞昌 共推各項政策並舉辦造勢活動 做入民進黨 başka 可以架思獨